青衣四面環海 建有不少住宅項目 雖然面積廣 但居住人口和經濟活動相對集中 區內心臟地帶在島的東北邊 主要圍繞青衣城和長髮廣場一帶 而私人屋苑主力分布在海岸圓線 地理位置和景觀較吃香 其中兩大王牌屋苑翠半島和浩景灣 因為近港鐵站 所以一直是區內樓價的龍頭指標 另外,青衣易建有眾多公屋和居屋 部分位於市中心 同樣享有便利生活 當然,亦有部分公營或私營房屋建於半山 略為偏離鬧市 但生活環境較清幽,私隱度亦較高 臨海而建的屋苑 盡南南巴勒海峽優美景致 景觀環繞丁九橋,荃灣西沿岸 以至岸泉州大橋一帶的廣闊景致 各邊屋苑更有機會享有維廣煙花海景 另一方面,青衣島上有不少山聯 依山而建的屋苑即使距離海岸較遠 亦因為地勢高而可以遠挑海景 擁有背山棉海的優勢 青衣社區配套圓線 區內設有運動場、游泳池、體育館、圖書館等文娛康樂設施 其中2017年投入服務的青衣西南康體大樓 設有區內首個公眾室內暖水池和兒童遊戲室 非常受歡迎 其實青衣保留了不少綠化地帶 環境清幽寧靜 為居民提供了寫意舒適的生活空間 居民限時可以漫步海濱長廊 又可以在青衣東北公園邊踩單車 邊欣賞丁九橋的美景 而輪近港鐵站的青衣公園 更是青衣居民首選休憩地點 青衣公園範圍廣 遍佈圓林草地 適合一家大小野餐悶省 盡享親子樂 原來有齊網球場、籃球場、足球場 兒童遊樂場等康體設施 是年輕人和小朋友放電的好去處 每年去到秋天 更是看紅葉的熱門之選 如果想郊遊 青衣自然教育徑可以虎南整個青衣島 觀賞青馬大橋景色 亦是看日落的最佳地點 鐵路網絡在青衣主要對外交通 青衣站貫通機場線和東沖線 一站去到機場 20分鐘左右即達中環商業區 車站附近的屋苑 可以進行交通便利 但要留意 部分屋苑距離港鐵站比較遠 需要靠巴士或小巴接駁 車程一般10至15分鐘 在選站屋苑的時候 要在清淨居住環境和交通便利之間作出平衡 除了鐵路 駕駛人士可經3號和8號幹線 往來港九新界 區內亦設有多條巴士和小巴尊線 往返荃灣、葵坊、尖沙咀等地 在青衣站上蓋的大型購物商場青衣城 佔地大約58萬呎 商鋪食市超過170間 服裝、電子產品以至各國美食應有盡有 青衣城二期設有於5萬呎平台和空中花園 提供購物、休閒、雙重體驗 另外青衣區內的居屋和公屋群 形成一個個民生小社區 有齊各式小店、食市、超市、日用家品店等 價廉物味 除了青衣街市和長髮街市兩個大型失貨市場 各邊屋苑亦設有小型街市 居民日常買菜有不少選擇 居住在青衣、棋居所需一應俱全 青衣小學納入66校網 而中學屬於葵青區 有不少具口碑的學校 區內的英基國際幼稚園 更可以一條龍直升英基中小學 海拔小姐